兄弟们 今天来更新一下iphone14pro一个二手行情啊 还有各个版本 它们到底的价格是多少 和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 今天就以这台为例啊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台是iphone14pro256的一个感版啊 双卡双带 跟国安是一样的啊 是没有任何磕碰发行 原汁原味啊 达到了一个98星 螺丝没动过的 也是一个老客户就要帮他拿的 屏幕也是 是嘎嘎完美啊 水珠非常饱满 它这屏幕支持120赫兹高刷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电池是91哦 市场 我们拿这台是6000 6000哦 跟大家说一下 国安感版是一模一样啊 双卡双带 云生态的 而且他们都是支持国内大陆保修的 所以说价格相对于别的版本要高一点 这台市场 我们拿是6000层色比较好的啊 电池91的 如果那种电池比较高的 还有债宝的那种就贵个200左右 6200左右 市场拿啊 如果花一点的电池低一点 又可以平一个200左右啊 我们来说一下各个版本的一个价格 还有个美版 美版市场拿是5300 美版过来的虚拟卡槽 需要打个孔 拆开来接个信 改个双卡啊 所以相差个700左右 还有个欧版啊 欧版是云生态单卡 但是它要比美版要贵个200 因为它不用拆机 就是云砖的意思啊 还有一个最便宜的版本 就是美版的卡贴机啊 就是有锁版本 那个4000多就可以拿下了 但是不介意小白入手啊 最后总结一下美版 它虽然是改卡 现在也是非常的稳定 5000多就可以拿下直接插卡用的无锁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可以直接入手美版 如果介意要拆机的话 可以上国安跟港版 因为他们价格虽然是高了一点 但是质量相对于稳定一点啊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啊 希望对你购机有所帮助啊 我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